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 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个银币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上午九点钟出去 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那些人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 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又出去 他也是这么做 约在下午五点钟出去 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园主对工头说 叫工人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下午五点钟雇的人来了 各人领了一个银币 那些最先顾的来了 以为可以多领 谁知也是各领一个银币 他们领了工钱 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带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没亏待你 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 拿你的钱走吧 我乐意给拿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我的东西 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眼红了吗 这样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 鞭打 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他要复活 那时 西比太儿子的母亲 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 向耶稣叩头 求他一件事 耶稣问他 你要什么呢 他对耶稣说 在你的国里 请让我这两个儿子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对他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我所喝的杯 你们要喝 可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而是我父为谁预备 就赐给谁 其余十个门徒听见 就对他们兄弟二人 很生气 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 有君王做主 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 管辖他们 但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要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将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大群人跟随耶稣 有两个盲人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 大魏之子 可怜我们吧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 他们却越发喊着说 主啊 大魏之子 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 叫他们来 说你们要我 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主啊 让我们的眼睛 能看见 耶稣动了磁心 摸了他们的眼睛 他们立刻看得见 就跟从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